我认为呢只要是跟英文就涉外相关的工作 我还是有自信能很好的去应接的 而且我觉得我个人的学习能力还是比较快 那你有没有主要行业啊 因为对于咱们不是应接毕业生 你希望在哪几个行业是你未来可能创业 或者你深度发展的领域 医疗器械或者是医药方面当然是主选 但一切就有可能 只要专业性不是特别强的 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 你在英国生活了14年 对 那么今年才回国 是因为什么让你下了回国的决定 就是在三月中旬的时候 在英国全部封城 然后在这个期间呢 我之前忙忙碌碌的周一到周五上班 周末跟朋友聚会 从来都没有见下心来想一想 自己想要一生过个什么样的 选个什么样的人生的轨迹 后来我们家人就开始反问我 说现在封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要想这样一辈子就在英国下去吗 还是说你有可以其他的一些机会 考虑 后来我就真的是在家里就思考 我想了想我觉得 为什么不呢 我觉得三 就说三十家的女人 四十家的怎样 但是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 我觉得首先是不给自己设限 我一定要去一个新的环境 来去一个更加让我感到 去相信他的一个地方去发展 所以我决定要回国 听到这番话我们内心是非常振奋的 我们看见了在这次疫情过程当中 我们国家优秀的表现 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的重视 而且很高兴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他内心是一种这样的感受 我一定要把我的价值奉献在我自己的祖国 值得奉献的地方 非常棒 对 而且以后像这样的留学生和在海外工作的华人 回国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第一个非常欢迎你回来 而且在中国有大把大把的机会留给你这样的专业人才 那如果说你今年二十多岁的话 我是不反对你跳行的 甚至我鼓励你去转行 但是你今年已经四十一岁了 你有没有去尝试过在北京找口腔科相关的工作 有有找过 现在其实都是他们比较想让我加入他们 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呢 我现在 你还是要挑战可能 因为我要参加这个节目 我还是要保持一个open的状态 对对对 可以是一个尊重 王倩找工作 好好 一点不缺任何机会 他的经验会被很多行业所借鉴的 我觉得 来 你刚才说多少钱来着 底薪 一万 一万家 是吧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货磊 还有 酒盏灯 也是个不错的成绩 来 天双国有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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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